蒙美娟新偉論 網民指人不笑貓都叫 鬥爭激烈 大公和靜海後隔空薄火 大陸經濟暴入危險邊遠 天龍人蜂擁來港開湖 傅曉田景是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0日,星期四,我是榮恩 節目開始之前,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別命謝CM Chan和Susan的Super Thanks 提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條link在這條影片的下面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首次訪經 局長麥美娟在北京時間19日見傳媒時表示 新一屆區議會會以合適的方式選出合適的人 他還表示,投票率並非唯一的考慮因素 因為如果有突發天氣情況 譬如下雨、高溫或颱風都會對投票率產生影響 關鍵是透過有罪順利進行的選舉 選出一群合適的區議員為地區服務 麥美娟的此番言論引發網絡熱議 時事評論員潘卓鴻表示 無需你回投票率等於無尊重公民參與 最緊要順利有秩序 等於不如不好選派位算啦 不少網民表示 又是呀 所謂有罪就是今次我 下次你 再下次壓誰 不用爭不用搶 大家擔定當仔排好隊 阿爺叫到誰就是誰 有網民就諷刺表示 電腦抽籤就行了 都是有罪順利進行 還可以省很多納稅人的錢 另有網民就跟貼說 這樣又不行 電腦抽籤很容易被西方外國勢力批評的 怎麽都要做一下樣子給世界看的 不如這樣 1至49號菜式紅馬波 又下至上又左至右順序排列好 加上延長直播 然後區議會延長搞豬 然後告訴全世界 我們香港還有投票選舉的 而且是香港特色投票選舉 好看又好玩 你們西方學一下吧 有網民就建議 哪天打風就哪天投票啦 有得賴 踢球不一定入得多才叫贏 關鍵是懂得把龍門搬來搬去 還有網民就替這班港官感到不值 你們班市民不好意見多多啦 你以為班官天天要厚著臉皮 出來說這些人笑貓都叫的低能話容易的 不如你試下說不說得出口 一說到香港 難免扯到中共派系鬥爭 眾所周知香港是剛派的大本營 近日《大公報》發表一篇評論 和鄭海侯隔空薄火 背後事後似乎也涉及派系鬥爭 日前大陸知名政治博客鄭海侯發表一篇文章 廣受政界關注 文章嚴厲批評香港部分官員和議員 動些就拿國安法出來做事 令國安法被犯法利用 完全是寧左勿右不管後果 之後香港政壇的政治風向似乎開始轉向 不少經濟派人士都認同此文 稱一國兩制不能只有一國沒有兩制 香港還是要保持經濟城市 國際城市的獨特個性 19日《大公報》發表 署名為卓偉的一篇評論文章 表示近日有意見稱香港國安法被犯法利用 用得太濫不應太過用力 令香港變成政治城市的說法不符事實之餘 也變相助長了怨對抗 並稱國安法實施至今只有79人被定罪 反問這是犯法利用嗎? 對於國安法不應用力太猛 不應廣泛運用到社會不同範疇 文章批評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 看不到事件的性質、目的、嚴重性 並舉例稱網上播放港獨歌 又組織地破壞器官捐贈 也不僅是單純開玩笑 若是遠對抗為意見表達和善意批評 顯然是自欺欺人 文章作者稱遠對抗目的是不滿甚至憎恨政府 目的是自己再發動暴亂 文章最後強調 若減少使用國安法就是對一些潛在問題 是隻眼開隻眼閉 是錯誤的想法、危險的想法 香港要壓止怨硬對抗 而不是自亂陣腳、輕言過火 那對香港並沒有好處 又分析指明顯這是兩派勢力 對管治香港表達不同的看法 至於哪一種聲音代表習近平派系 時評人潘卓雄認為 靖海侯的名字來自清朝一名收復台灣的將軍 故推測靖海侯應該是受到習近平的指示 在香港、台灣事務上發聲 前日我們報導了港人翻大陸深圳銀行提款難的消息 不過不知道大家最近經過香港的銀行時 有沒有留意到排隊的客人中 講熬冬瓜的人多了不少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原來不少大陸人擔心國內經濟衰退 紛紛想辦法將錢帶來香港串入銀行 或者在香港購買理財產品 覺得這樣被將錢放在大陸穩妥很多 廣州的陳先生表示 自從兩地通關之後 她3月份就來香港開了銀行戶口 主要是為了買入美元 因為她還是比較相信美元的實力 認為美元升值的空間好 還有定期存款利率 而東莞的黃女士就表示 她來香港開戶口主要是為了買港幣 她覺得對於大咬資金來說 港幣的吸引力仍然很強 黃女士還表示 在來香港之前就找了以前的保險顧問 幫忙預約開香港銀行賬戶 這樣她一去到銀行就可以直接辦理 如果不預先預約 她就要排很久的隊 不過北京的李女士就表示 大陸人來香港開銀行戶口不容易 需要早上7點就去排隊 而且可能會被要求提供很多證明文件 如果找代理商幫忙開戶口 就需要顏外支付幾千元的費用 例如中銀收取3980元 匯豐收取2680元 據香港保監局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度大陸訪客的新業務保費 按年上升了26.86倍 達到96億港元 為了應對跨境客戶服務需求的大幅上升 香港多家銀行延長了營業時間 例如匯豐銀行有三家分行 自3月起每個星期開足7天 恆生銀行就從4月起將全線分行 在工作日的營業時間延長半小時至下午5點 唉 這麼多天龍人湧來香港開戶口 說人想去銀行辦理業務 豈不是要多排幾個小時 沒計啦 誰叫大陸人自己都不信自己為大祖國的銀行嗎 內地人來說開銀行戶口 除了覺得將錢傳入香港比較穩陣外 不少大陸人來說是為了購買理財產品 據大陸傳媒《戒面新聞》的報導稱 最近由於中共央行出貨市場預期地降息 再加上人民幣貶值和中國經濟衰退 導致大批大陸人來港購買理財產品 港人北上深圳銀行提款難 大陸人有蜂擁來港開戶口將資金轉移 有分析指其實大陸的經濟已步入危險邊緣 所以那些依然相信港府宣傳的什麼大灣區前途一片光明的港人 真的要學會審視度勢 不要被騙到內褲都沒買的時候就哭都無謂啦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連續三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 缺席一系列外交活動 與此同時秦剛和情婦傅曉田的消息也甚囂塵上 不說不知原來傅曉田曾被評為2020年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 時評人劉細良認為傅曉田傳聞和習清理江派的鳳凰衛時有關 最近中共最火爆的新聞莫過於火箭軍接連出事 秦剛消失以及其情婦傅曉田身份曝光 劉細良表示如果將三件事串聯起來分析 細思極恐 他說秦剛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最年輕的外交部長 不過6月25日後就沒有再公開露面 而火箭軍也是習近平親自酬組的 內部官員都應該是習的嫡系人馬 網傳6月26日火箭軍司令李玉超被帶走調查 7月1日被譽為共軍天才科學家 負責研發AI作戰指揮系統的馮陽克 7月1日因車禍逝世 年僅38歲 7月6日中國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自殺 劉細良認為秦剛消失和火箭軍頻繁出事 日期上十分接近 與此同時傅曉田和秦剛的不論關係也被封傳 劉指出 傅曉田的背景值得關注 他認為當局有意栽培他 讓他成為鳳凰衛視重點培養對象 不斷為他包裝、讀金 包括在2016年出資楊劍橋大學 以傅曉田名字明明一個花園 2020年頒布他為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等 而鳳凰衛視背景也不簡單 其背後是江派勢力 前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就是曾慶紅的頭碼 劉細良說曾慶紅在香港的影響力很大 除了劉長樂2021年的失勢 習近平開始整頓鳳凰衛視 於是傅曉田就消失於鳳凰衛視 劉說中共會刻意培養 說得一口流利英文及有學識的女性做主持人 利用節目之便接觸外國名人政要 以行間諜之實 不過他認為傅曉田不是雙面間諜 更像中共高層的情婦或是內奸 是江派用來刺探習派消息的一個重要人物 劉細良認為如果將火箭軍秦剛 傅曉田三件事串在一起就細思極恐 他推測起因與飄到美國上空的氣球事件有關 更進一步話與拜登多罪有關 事員拜登曾公開表示習近平對氣球事件毫不知情 這件事情捉弄了習近平 他推測火箭軍內部有人隱瞞事件 沒有向習近平回報令習在美國面前變成傻瓜 於是龍眼大怒 順藤摸瓜 結果從火箭軍到秦剛接連出事 有分析指 江派故意透露不離於習近平的消息給美國政府 讓他在國際上出醜 國內方面 習近平也不得不處理自己親自提拔的秦剛 等於自斷語役 江派一方則損失了傅曉田這個棋子 好 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多點留言 和按下個super thanks 我們明天見 以及通知 並且過兩邊會看到 我們就在山中的地區 他們已經有一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